十田将也从小调皮捣蛋,和母亲以及姐姐的孩子玛丽亚同住。 小学时经常带头捉弄转校来的女同学西宫萧子, 在损坏了她八个助听器惊动了萧子的母亲和校方的处理后被同学们孤立。 西宫萧子先天有听力障碍,和母亲、妹妹、奶奶住在一起。 小学时一直想和十田将也成为朋友, 高中时遇到了前来道歉的十田将也开始了互相救赎的人生。 电影与日本文部科学生展开合作, 并联合制作成主题为《勇敢传达内心的声音的海报》。 在全国的小学、初中、业务教育学校、高等学校、中等教育学校、 特别支援学校等展开宣传, 志在祈祷防止校园欺凌及自杀, 并对残障儿童的关怀进行普及的作用。 作品以主人公的十田将也和先天性听觉障碍的西宫萧子为中心, 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联系和交流。 作品的宣传口号是,帮你活下去。 本片在大陆院线是111分钟, 但原片是129分钟。 去年我曾经找过网上的资源, 被删减的18分钟与院线版我做了对比。 比如学校时西宫帮十田擦掉桌上同学们排斥她的话, 十田对于高中同学们性格的评头论足。 还有西宫母亲反对两个女儿和十田见面, 十田母亲向十田道歉打工的钱被烧了。 遭删减的部分大多不影响剧情脉络, 唯一我觉得有问题的是最后西宫努力把大家重新凝聚一起做的努力。 西竹窗井说了人应该接受自己的缺点往前看, 还有就是几次直野和十田的单独对话。 关键部分被删减会造成人物动机不清楚, 诗的逻辑不能自洽。 从本片的历史评价来看两极分化, 有打高分的也有很不喜欢的。 究其原因主要出在三观上的分歧, 其次是剧本的逻辑以及故事线安排的顺序散乱问题。 其实霸凌这个事在全世界都很普遍, 只不过不同国家的立法处理机制不同。 看这部动画片感觉情况并不比悲伤逆流成何好多少, 看来日本的情况也挺严重。 男女主人公有许多相似之处, 比如两人都想自杀,都受到过霸凌。 西宫肖子受到过石田江也带头的欺负, 石田江也受到过同学们的排挤。 奇怪的是西宫肖子非但对霸凌自己的石田江也没有恨, 反而喜欢他。 两人的相遇形成了互相救赎的契机, 感情也是日久生情。 让人感觉非以所思, 不禁令人怀疑女主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患者。 不过想想日剧有些就不乏重口味, 加上这部动画电影在日本是推广给学校的, 必然要避免宣战黑暗面, 而只讲爱的部分。 还有两人都是单亲家庭, 都有母亲带大, 且家庭成员都是女性。 富人作业, 而为母则强。 片中两位母亲都是丧傲式带娃, 没有出现过丈夫, 两个孩子都有各自的问题。 教育不好确实容易从家庭问题变成社会问题, 食甜就是最好的例子。 想想现在很多家长光陪孩子做功课都能弃出病, 或者怒发冲冠。 就像周密波说的, 他小时候的同学, 能够通过他身上的拖鞋硬判断他妈妈是否买了新拖鞋一样。 难怪有人希望把孩子早点托付给未来另一方家庭, 好把辅导功课这个心理憔悴的档字甩掉。 剧中人物配角众多, 每个人物代表了现实中不同的人。 比如性格懦弱的左援, 性格霸道的视野, 自我感觉良好, 喜欢背后说人坏话的穿井。 这些食甜以前小学的同学, 在当年充分体现了什么叫塑料同学情。 坏事和食甜一起做, 背锅让食甜一人扛。 真是有意的小船, 说翻就翻。 本片属于非线性叙事, 穿插了不少主人公的回忆。 西宫想自杀是因为自责和别人的刺激, 食甜想自杀是因为感同身受了西宫的处境 而悔恨下产生的念头。 我估计是因为日本人自杀率高, 所以男女主角有这种举动在他们国内可能见怪不怪。 而我们国家的传统是, 留的青衫在, 不怕没柴烧。 君子报仇, 十年不晚, 这种忍辱负重的文化豪比韩信能受胯下之辱, 自为能忍磨磨之真。 因此我们对于主人公自杀无法产生可以理解的基础, 当然也是由于故事本身的叙述不轻造成的。 我个人觉得这部电影画风很治愈, 光线运用也是高亮度光线为主。 虽然故事不像你的名字那样轰轰烈烈的爱情和奇特的缘分, 但是此片更加贴近生活。 不过主人公能相爱, 同学能和好, 显得有点不现实。 现实并不像电影中那样容易解决问题, 社会的歧视偏见和陷入为主的思维使人感觉被孤立, 从而有些人产生了自己的疾病。